在广州有一名男子突然持刀闯入一家银行 企图抢夺 紧急时刻保安常委冲了上去 徒手夺下了歹徒手中的刀 2月10号上午9点多 在广州市增城区的一家银行 一名男子突然持刀闯了进来 直奔银行柜台 我转过牛头一看 看上去一个强劫的反对本子的 一下从那个一号闯口去了 正在接上那个楼子 早一家那个波子上去了 都跌得有半尺那么多 危急时刻常委立即上前制止 并迅速抓住歹徒拿刀的右手 把手都踢得有金柜 我打着很想用金柜 把他的那个导给打了 打着考虑到认真的那个安全 没有想到那么冲动 我把那个金柜的都丢到一边去了 恐守抓他的手法 他抢车了将近20多秒 才把他的导给挡上来 在抢夺菜刀的过程当中 常委手臂扭伤 在随后赶来的银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 歹徒被成功制服 并且交给了随后赶到的民警 从歹徒进银行被盗制服 整个过程不到40秒 这一幕都被银行的监控视频记录下来了 据了解 常委是河南郑阳县人 今年50多岁了 由于常委反应迅速 英勇出手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资金损失 他的事迹也受到了所在保安公司的赞扬 也有因此犯规刑 正常要认得 可以